传说在万圣节的晚上 不能在午夜零点之前熄灭南瓜灯 否则会召来杀身之祸 这对年轻夫妻中的女人偏偏不信心 吹灭南瓜灯之后 打算跟老公去过一会儿二人世界 但报应很快就到了 当老公迷迷糊糊的走到门口 发现他老婆已经被鬼给杀了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别惹小孩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到了 小镇上甭提多热闹 大家伙扮成各种妖魔鬼怪 在街道上张牙舞爪狼虎鬼嚎 几名从外地来到小镇的美女 也加入了狂欢的活动 并热情邀请超市的帅哥 去参加他们的派对 按照万圣节的习俗 当天晚上每家每户 必须点亮南瓜灯 这样才能避免被王林骚扰 小胖墩是个调皮捣蛋的凶孩子 把人家门口的南瓜灯全给弄来了 他走到变态叔的家门口 打算把变态叔家的糖果全也偷走 变态叔可不惯着他 很快就用非常规手段 把小胖墩给摆平了 然后把尸体扔进了院子里的大坑 变态叔家有一个 从祖上传起来的规矩 每年的万圣节 都必须为自己的孩子杀一个人 然后用人头扛南瓜灯 可以说这种变态的基因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啊 几个孩子在这天晚上 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们叫上脑子不太灵光的眼镜妹 来到了一个彩食场 据说在三十年前的 一个万圣节的下午 校车司机拉着八名生性丸恋 父母已经放弃了孩子向往学校 这些孩子的父母东拼西凑 给了校车司机一笔钱 让校车司机想办法 将孩子们给干掉 司机在半路上改变了路线 将校车一路开到了彩食场 停下车之后 司机给每个孩子发了一颗糖 算是做最后的道别 其中一个孩子发现了不对劲 冲上前开着车 就打算逃离这个地方 但由于不懂操作 连人带车全掉下去了 最后只有校车司机 一个人逃过了一劫 以天使妹为首的这五个孩子 准备了八个南瓜灯 打算好好祭奠一下 这八位死去的冤魂 由于升降机承载有限 天使妹带着两个小伙伴 先下到了河边 之后脑子不太好使得 眼镜妹和独二冬也跟着下去了 途中他俩看到 先下去的三个小伙伴的南瓜灯 突然熄灭了 紧接着又传来了惊悚的惨叫声 独二冬显然被周围诡异的气氛给吓着 站在升降机里是迟迟不敢出去 眼镜妹由于脑子不灵光 因此有些傻大胆 她独自一个人往河边走去 阴气森森雾起着招 眼镜妹的尾巴根也是不停的窜凉气 她走到河边 看到了那辆据说已经沉入河里的校车 眼镜妹伸手去够河里的面具 脚脖子突然就被一只手给抓住 紧接着三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就出现了 眼镜妹一声尖叫没头就跑 后面那几位紧追不舍 眼镜妹荒芜则路 高度近视镜也甩丢了 眼前顿时是一片迷茫 啥也看不清了 眼瞅着那三个怪物不无逼近 眼镜妹脚下一滑 一头栽进了身后的大水坑 等眼镜妹醒来之后 看到那三个怪物正虎视眈眈的看着自己 她连滚带爬的打算逃命 这时候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她的名字 她扭头一看 发现那三个怪物居然是天使妹的人假扮的 原来这四个孩子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整股眼镜妹 眼镜妹虽然脑子不太好使 但也气得不清了 天使妹把一个男果灯踢到河里 然后就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就在这个时候 四周突然传来了悠悠的鬼叫声 当年被淹死的那八个孩子的冤魂从河里上了岸 几个孩子哪见过这种场面的 转身撒子就跑 钢牙妹由于腿脚不太利索 被冤魂当场就给掳走了 剩下几个孩子跑到摄像机的门口 可没想到门已经被眼镜妹给死死的锁住了 他们苦苦哀求 希望眼镜妹能不记贤贤 宰相肚里能撑穿 看着刚刚整骨自己的这几个家伙 眼镜妹按下了上升剑 把天使妹等人留给了冤魂 听着下面凄厉的惨叫 眼镜妹戴好帽子拉着男过登回家了 小镇的胡同里 一名女孩正在跟扮成吸血鬼的变态术缠绵 可没多大功夫 变态术就把女孩给咬伤了 女孩跑到街道上大声的呼救 但这个群魔乱舞的夜晚 根本没人把她当回事 从外地赶来庆祝的美女们 约了几个当地的衰哥 准备乘车前往郊外开疯狂的派对 牙凤妹晃车有声 说等会儿去跟姐妹们会合 牙凤妹在街上吓溜达的时候 被假扮成吸血鬼的变态术给盯上 接到姐姐的电话之后 牙凤妹提着竹篮前往派对 她沿着树林正往前走的时候 突然遭遇了假扮成吸血鬼的变态术 派对上牙凤妹的姐妹们 正焦急的等着她 这时候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 从天而降摔在了地上 牙凤妹的姐姐撩开小红帽 看到假扮成吸血鬼的变态术 正在狗咽残喘呢 原来这帮姐妹 全是扮猪吃老虎的嗜血狼人 每年的万圣节 一片大乱 这帮美女全都现了原形了 一场饕餐盛宴拉开了剧目 三个孩子来到王大白家要糖果 但王大白家阴森的气愤 把孩子们全都吓跑 手里的糖果也掉在了地上 王大白捡起糖果 坐在沙发上边吃边看电视 这时候他的宠物狗听到外边有动静 开始不停的狂叫 王大白拿着球棒就走了出去 但并没有看到人影 回屋之后 宠物狗又开始在屋子里狂叫 王大白意识到 可能是有人擅长命宅了 于是拿起猎枪就来到了楼上 他推开卧室的门 看到被子下面有东西在蠕动 就在他掀开被子的同时 屋子里出现了诡异的现象 南国灯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屋子 墙壁和房地上 写满了很不友好的蚊子 就在王大白愣神的功夫 死神小鬼头在床底下透析了他 小鬼头是影片中最强大的存在 掌握着阳间所有人的生死 不过小鬼头来找王大白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杀人 而是想抢走王大白的糖果 但王大白可不知道这些 砰砰就给了小鬼头两枪 但死神怎么可能被活人给打死 小鬼头很快就满血复活 这个长得跟外星人似的家伙 拿着帮忙糖走到了王大白的跟墙 残忍的夺走了王大白 吃了一半的巧克力饼干 这时候镜头扫向了壁炉 一张三十年前的合影 显示王大白就是当年的那位笑车司机 三个女孩来找王大白要糖果 其中一个女孩高度评价了 王大白的木乃衣装扮 老爷子站在门口 看到眼镜妹拉着南国车横过马路 外地来的嗜血狼人姐妹刚从派对上回来 死神小鬼头看到一男一女 走到了自家门口 也就是开头那对夫妻 女人吹灭了南瓜灯 这让小鬼头非常的不爽 七里咔嚓就把女人杀了 王大白刚进屋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他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三十年前那八个学生的冤魂 过来找到药堂口 小鬼头之所以没杀王大白 原来是留给这些孩子们的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欧美鬼怪没底线 好人坏人一锅帅 冤有头来债有主 不能这么下班看